我們來看一下就剛剛提到的 所以這兩個是加分 也就是聚集錄製跟VBA 如果你有加的話 那我當然可以加分 至於你能夠做到多少 真的叫量力而為就好了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其實比較沒有一些企業的經驗 因為你們沒有去實習 沒有在外面打工 所以你也不知道說 原來這東西這麼重要 真的你只要出去 或者我之前也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找你有在工作上班的父母也好 或者是哥哥姊姊也好 你可以問他一下這東西重不重要 我想他應該會給你很多的訊息 好 再來的話就是說 最後可能你要寫一個心得 這個心得的話 你就把它打在Word吧 或者是一個文書編輯器也OK 然後裡面就是說 你為什麼選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裡面你應該會有個假設吧 假設說比如說類似像 我想要知道 在台灣 目前為什麼有些外國觀光客 最近好像比較不喜歡來 因為他來可能沒有網路 他沒有Wi-Fi 有沒有 我想知道說到底台灣的Wi-Fi建設 到底哪邊是最好的 哪邊是不足的 那我當然在網路上找到一個叫I-Taiwan的資料 那我進行分析 可能我假設 應該台北應該是最多的 但答案是不是這樣子 OK 好 那應該是最少的可能是在鄉下 那鄉下會不會是比較不好的 比如說花東 比如說像中部可能是彰化 雲林這些地方 他應該Wi-Fi比較不OK吧 那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可是你就可以先一個假設 那假設之後的話 你再去思考說 那你的設計過程 比如說你用哪些方法 比如說你用哪些函數 解決什麼資料的問題 或者甚至你中間有遇到問題 那也可以提出來 甚至你想做的 你做不出來沒關係 像很多同學想說 是我想要加分 但是我可能要錄製劇集 我一直失敗 我的寫程式一直有BUG 沒關係你可以提出來 因為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我覺得錯誤也是這種學習 所以假設說你有發生錯誤 然後你目前無法解決 你把它寫出來 我是可以接受的 OK 沒有人說那麼厲害 一次就做對了 一次就可以做到完美 不可能 但是你要花時間 你要花多久 很花時間的 OK 就像我跟各位講 我認識VBA這個程式語言 也接近應該有二十幾年了吧 有同學想說 老師你寫程式寫多久 應該也寫二十幾年了 我也不敢講說 我自己已經很厲害了 OK 但是還在學習 所以其實就是不斷的在進步 OK 所以遇到錯誤沒關係 像我的心態這樣 好 我把它記起來 然後再實在怎麼樣 我有時間就踹一下 如果有去書店看書的時候 我翻一下書 或許有的時候會給我一些靈感 突然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OK 所以不是說一下子馬上解決 像我記得我剛開始學這個程式的時候 我剛開始是想要寫一個搜尋系統 但是我寫不出來 然後怎麼辦呢 我就把這個問題放在心裡 那我多久之後才寫出來 我記得好像至少經過三年之後吧 我突然間 喔 原來是這樣子 我就看一本書裡面有寫一個類似東西 喔 終於我懂了 可是我這件事情是放在心裡 醞釀這麼久 所以你說 當然不是每個人學習的方式都一樣 我自己是這樣 我覺得不會沒關係 反正我有的就是堅持持續的學習 所以其實你們這一學期 也把它學得非常透徹 我覺得 怎麼可能 至少我的想法是這樣 至少啦 第一個 你不要討厭它就好了 至少你願意 以後呢 只要遇到問題 還會願意把衣服打開 然後去解決問題 然後慢慢的話呢 把你的功力慢慢把它往上提升 那其實就足夠了啦 OK 再來你說 你要能夠做到什麼樣很厲害 那就每個人的發展不同啦 OK 喔 好 那所以底下的話 就是你可能就是說明一下 你的什麼困難 解決問題 有哪一些的項目 這些都是我可以佐證你花多少力氣 不是說你做得很完美 但是你都不說 那我怎麼知道這是不是你做的 或者說你做了哪一些東西 所以說明也很重要 大概是這樣子 跟各位講一下其中報告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也許我們就是來練習一下 我剛剛講的 這個延伸性 假設啦 我假設一個題目 叫I Taiwan 這個好了 那我想知道說 為什麼 這個外國人最近不來台灣 那可能假設有個問題是說 因為台灣的Wi-Fi不夠不夠方便 我找這個資料裡面來統計分析一下 到底哪些地方 在Wi-Fi提供的這個服務上面 有沒有達到一定的水準 OK 那我就利用這個資料去做分析 分析的話第一個啦 當然你可以利用那個就是CSV 我剛剛提到 如果你的電腦不是最新版本 可能會遇到亂 那你可能就是利用什麼資料裡面的 從CSV把它匯錄 那它主要多一個功能 就是會幫你選擇正確的編碼方式 為什麼會亂碼 編碼選錯了 那為什麼編碼選錯 其實主要就是現在新的電腦都是 就是Uni-Core 因為U的話就Uni-Core 都是UTF-8為主 但是早期的電腦都是一般 如果是繁體中文就Big-5 如果是Big-5的話 兩邊不相容 那不相容的話就會造成錯誤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那另外的話 你說老師這個太簡單了 我想要練習CSV 也可以 有沒有 你假設你說老師這個 我覺得這個沒辦法展現出我的功力 那你可以試試試看 利用剛剛提到的CS Jason 有沒有 甚至是XML 這邊也有 也就是說多練習 反正以後人家給你什麼檔案 你都OK 沒問題 我以前都試過了 各種反正你只要給我檔案 我都有辦法解決問題 哇 那就是厲害了 OK 好 那其他甚至還有哪一些 你會發現新的版本 甚至還有同資料庫 那目前比較主流的 像Sequel是不是就微軟的 Oracle 有沒有 然後買Sequel這個也蠻常用的 但我是建議 如果你對資料庫熟 可能最少你要了解一下 什麼叫資料庫 什麼叫Sequel OK 那甚至是雲端的 這個叫Archew 這個是微軟的 有沒有 這個的話 就是雲端上面的資料庫 如果你可以打單案多方去學習 那檔案部分的話有這些 主要就是CSV 跟Jason 還有XML 這個時間自己再學一下 好 那我們資料已經下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如果我想要統計 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 我個人習慣 我要先知道 到底這個資料有多龐大 他好像講九千多筆吧 你怎麼知道九千多筆 當然不要傻傻的一個往下 有沒有 它一直這樣 或者按住不要放 有沒有 它一直往下 跟各位講 你看按Ctrl鍵 Ctrl向下 它就會自動跳到哪裡呢 跳到這個資料的最下面 Ctrl向下 所以可以看到得到的答案就是什麼 總共有九千八百零七 減一 藍位名稱 所以九千八百零六筆資料 第一個我大概知道了 Ctrl向上 第二的話 其實要怎麼知道哪些縣市 提供的Wi-Fi熱點最多 你會發現地區好像就是一個 滿好的一個欄位了 當然如果假設它沒提供這個地區的話 可能你就是要從地址裡面去 把哪個縣市的資料 把它獨立出來了 當然還有區 比如說你假設除了縣市之外 如果你還想要知道哪個行政區 你可以把區抓出來 如果我們大概已經知道 比如說我先以這個好了 好像這個是什麼 立主管機關這邊也有 所以這個其實也可以當一個 分析的一個欄位 好 那假設我以這個欄位好了 比如說以這個地區好了 當成是我分析的一個欄位 那我要怎麼分析說 到底哪一個縣市所提供的Wi-Fi熱點最多 當然很簡單嘛 最好是列出前五名 或者列出前十名好了 那這個以前的做法 當然你要算 九千多筆怎麼算 所以如果之前你有用過的話 應該知道是樞紐分析表 所以游標記得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然後插入那個樞紐分析表之後 它會幫你把這個工作表裡面的範圍選起來 可能看一下是不是九千八百零七 對 然後呢是不是到F欄 F欄 F欄 F欄還有 這個F應該是這個經度 然後緯度 OK OK之後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我們只需要把地區拖拉到列 然後地區拖拉到尺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馬上就有答案了 可是問題我想要數字由大到小排列 那怎麼排序 很簡單嘛 你由要放B4 然後找到那個資料裡面的Z到A 這個好像之前也用過 馬上排序了 所以得到的答案 好像跟原來想的不太一樣 甚至最後的話你可以把它留下前十名 前十名怎麼留下還記得吧 這邊不是有一個 值得篩選前十項不就好了 好 這樣不就OK了 好 那所以我們來公佈一下 那個Wi-Fi熱點提供最多的前十名 或者如果你要前五名也可以啦 前五名的話其實就是這邊 可以把它改成五就可以啦 比如說我們不要這麼多 五名就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前五名的話 其實還滿意外的 第一名的話是台中 而且台中跟台北相差的幅度還滿大的 有沒有 哇 它一千七百多個 到底為什麼這麼多呢 然後再其次的話呢 就是台北 所以台北跟高雄好像差不多 感覺好像有點意外 而且台北好像Wi-Fi應該是要最多的 可是為什麼Wi-Fi熱點 居然沒有比較多 原因何在 不知道 你可以如果假設 如果你可以再深究的話 也不妨你可以再瞭解一下 但是比較意外的像什麼 彰化 彰化的Wi-Fi 愛Wi-Fi的熱點 居然快要跟台北差不多耶 有沒有 一個八百多 一個七百多 還有花蓮 居然感覺上應該花蓮Wi-Fi不太多 居然它的數量居然排在第五名 這個讓我覺得有點驚訝 那為什麼 當然你想說 比較讓人家驚訝的是台中 那台中為什麼Wi-Fi熱點會這麼多 所以如果假設 有一個你想要深入了解 你想說 為什麼台中它的Wi-Fi熱點這麼多 那這個一千七百二十一筆 到底在哪一區 就是台中的哪一區是最多的 比如說你可能想要說 在深入研究的話 有沒有 假如我想要針對台中最多的 再瞭解說 到底台中裡面最多的那一區在哪裡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 我把這個工作表名稱先改一下 這個要樞紐分析 我是建議各位最好 工作表名稱可以把它 因為它這個工作表二啦 這樣看不出來 所以我把它改成叫樞紐分析 如果說假設說樞紐分析的結果 前五名嘛 如果我要再根據台中市的全部資料分析的話 你可以在台中市的這個1721上面點兩下 你會發現它會在原來的樞紐分析前面有沒有 跳出一個工作表 就把台中市裡面1,700多筆 全部都幫你獨立出一個工作表 你可以檢測向下 有沒有 1,721筆就在這裡了 所以如果假設說你還要再進行分析的話有沒有 那你可以再根據地址裡面的那個區有沒有 可以把它獨立出來 所以你可以再把什麼 台中市的哪一區獨立出一個欄位 所以這邊其實你可以再插入一欄 這一欄的話呢 不過你會發現如果你沒有轉換成那個範圍的話 你按右鍵插入它會變成什麼欄1對不對 那我是建議啦 我剛剛有講過 你可以把它轉換成範圍 有沒有 轉換成範圍就是你原來做的啦 所以我不太喜歡用表格圓印在這裡 它只要一產生就是一個表格 然後如果這邊可以插入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呢也許叫區好了 寬度太寬 那如果假設我希望呢 幫我在這邊把它分區 那區的話其實在這邊應該看出來 這邊應該是在第幾個字呢 前面有郵遞區號嘛 所以三個字加三個六 第六個字有沒有 那要取幾個字呢 理論上去取三個字啦 不過台中的區好像比較比台北還麻煩 因為它後面怎麼樣 它的位置 區的位置 剛好怎麼講 它剛好不是三個字 它是有了兩個字有了三 那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假如說我要進一步去了解一下 台中哪一區的Wi-Fi熱點最多 OK 那這邊的話 它好像台中有一堆區啦 不過理論上我對台中沒有太熟 那一區的話 如果車站附近多呢 還是高鐵附近多 我不確定啦 所以再來一個問題 所以我剛剛是從樞紐分析這邊點兩下 記得喔 1721點兩下 它會跳出這邊 那你可以再把工作表3點兩下 改成台中好了 台中市 OK 也許啦 你們試試看 如果給各位一個問題 假設我想要分析什麼 到底台中的哪一區 的Wi-Fi熱點最多 OK 也是一樣 幫我排名好了 排那個前五名出來 那怎麼做 來畫 把這個試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 待會再來看這一題 請問一下 今天晚上 有請的 在座位上 在座位上